Range Rover 必定榜上有名 提到豪華越野車,Range Rover 必定榜上有名 甚至英女王希尼莎八二世亦是Range Rover 的愛好者 今年原來誕生 45 周年 這四代Range Rover 難得聚首四代同堂 首代Range Rover 由 1970 年面世後 竟然能夠跨越 24 年 直至 1994 年才停產 成為一代越野車經典並不是沒有原因 從古至今 駕駛第一代 你會感覺到原來到第四代 第五代 都有機會跟第一代沒有分別 因為第一代的四門自動波已經非常舒服 第一代是沿用Defender 沿用H型的底彈 這輛車是比較堅固的 Rocky 不僅是四驅車迷 更是這輛第二代Range Rover 車主 與首代相比 第二代開始向豪華和舒適進發 內擁用皮椅 設備亦較為豐富齊全 至於第三代 在首兩代的強化版之外 亦是完全以奢華產品方向進發 但真正極級豪華的 就是這輛歷代最昂貴 受 368 萬的第四代 Range Rover LWB Otobiography Black Edition 單體外形不知道豪華在哪 因為打開車門才能明白 一陣真皮香氣撲備而來 全車內籠連A、B、C柱和尾箱都包上真皮 很少見 後排兩張獨立椅 有伸縮腿墊 坐得舒適之外 電視螢幕、靚色喇叭當然不少 中槽位置更加有兩張小桌子 最刺激的更加是這個小型香檳雪櫃 整體感覺即時富貴了 雖然極盡車華 但Rocky 始終澄清Range Rover 的舊車 始終沒有歷史 沒有現在 亦沒有將來 所以與其擁有一輛全新的車 我可能會向歷史方面走